原标题 但如果从军衔的分类来说 有的军队保留了元帅 但是没有大将军衔 还有的军队 则是同时保留的元帅和大将 越南军队的情况最奇怪 最高军衔竟然是大将 老板不上不下 伦不类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这和越南军队的作战形势 有很大的关系 越南军队从四十年代中期 就开始打仗 先后与法国军队 美国军队作战 与这些国家的军队相比 越南军队的整体实力 明显处于下风 因此 越南军队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 与敌军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 山地战 战争从四十年代 一直打到了七十年代 越南军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各级将领 最多就是指挥几万军队作战 没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情况 由于这个原因 制约了大部分越南将领更进一步 毕竟军衔的评估 对指挥能力也有要求 在世界各国军队中 军衔分为了两个类似 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 采用了五星上将或者元帅 上将 中将 少将 准将等军衔 另一类就是苏联等东欧国家 采用了大元帅 元帅 大将 上将 中将 少将等军衔 在五十六十年代 亚洲和东欧很多国家 都采用了类似的军衔 当年 我们的军衔也属于苏式军衔 出现了十大元帅 十大将等战功克赫的将领了 苏联从六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援助越南 越南和苏联的关系很深 1975年 越南完成了国家统一之后 开始腾出手来设计军服和改进军衔 越南军队的军衔 具有明显的苏式风格 领章和尖章同时使用 双盘后大衣的设计等等 在军衔方面 越南起初采用了和苏联非常类似的军衔 也出现了大元帅 元帅和大将等军衔 可是在军衔的评估方面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大元帅的地位太高 一般的将领没有这个当次 至于元帅军衔 也不是随便授予的 元帅的标准很高 主要集中的参加工作时间 消灭敌军数量 指挥过几十万人的大战役 越南军队的主要将领们 都是二十三十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资格了 消灭敌军的数量也不少 可惜都卡在了大战役上 越南军队在战争中的大战役有限 好几位将领都卡在了这一点 因此 大将军衔授予了很多将领 但元帅军衔和大元帅军衔 却没有授予任何人 直到现在 越南军队都没有出现元帅 将领们的升迁 一般都是在大将军衔止步 例如战功赫赫的五元甲将军 始终都是大将 其他的将领差的就更多了 虽然越南军队的最高军衔为大将 但元帅和大元帅军衔兵没有撤销 一直在那里宣承 在世界很多军队中 都保留了元帅过着五星上将军衔 但不轻易授予任何人 例如英国 法国军队中的最高军衔都是元帅 但没有现役的元帅 按照这些国家的标准 元帅军衔留着授予那些在战争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将领 同时也是给现役将领们 预留一个能够晋升的空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